1Note的瀏覽器擴充工具 除了提供手写笔记的功能以外 更是收集网页教材 影片教材的好用工具 如果您还没有安装 1Note浏览器擴充工具 您可以到1Note网页最下方 进行安装 选按加入Chrome 完成后 在网页的工具列 就可以看到1Note的logo图示 在开始使用1Note扩充工具前 请先确认在您的课程清单中 至少已经建立了一个课程 且该课程中 至少要有一个主题 这样才能顺利使用扩充工具 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利用1Note浏览器 扩充工具来将网页加入成为教材 选按工具列上的1Note图示 在这边您可以选择加入目前正在浏览的分页 或是将所有的分页 或是将所有的分页全部加入1Note中 1Note会自动截取该网页的标题名称 变成单元名称 选择要加入的课程名称 以及要加入的主题 完成后 勾选全部预触发布 按下储存 这样就能将这个教材 加入1Note的课程中 部分网页因技术性的关系 无法在1Note中浏览时 1Note会自动侦测到 并将网页的标题自动产生一个超连结 方便我们后续进行该教材的浏览 如果您要加入的是1Note支援的 YouTube、Vimeo这两大影音网站上的影片 使用扩充工具加入影片时 1Note会自动截取影片的标题 以及影片的说明 核取全部预览与发布 按下储存 就可以将此教材加入1Note中 您也可以在播放清单的页面 一次将播放清单中的影片 全部截取至1Note中 按下扩充工具 1Note会自动截取 播放清单中的所有影片 核取全部预览 发布 并指定好要加入的课程 加入的主题 完成后按下储存 就能将这些影片 一次加入到1Note中 中文字幕发布 也计计快乐 感谢观看